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知道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总数到我给你做任务 你总数到我给你做任务 我不是老板娘 我现在刚刚来学习的 对 学习 因为我现在的话 我的能力不够 所以就是说 做什么岗位都有很多 做岗位 对任何岗位 我都是比较欠缺的 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现在来的目的 就只有先是学习 一定要学习 学习为第一 今天终于上班了 对 但过两个星期 我要带她回家一下 带她回家 给她们家 那个要去做一下农活 你家 她们家玉米成熟了 要回去帮玉米了 那我也去帮你搬 我也正好锻炼锻炼身体 可以吧 一年只有这一次 因为几年他们家呢 她的爷爷奶奶 他们都八十多岁了 我想的话 如果让他们去干这些农活 还不如咱们这种年轻人去做呢 对不对 因为他们年纪确实太大了 他们家玉米有一批山了 那这样吧几年 到时候我们叔叔给你请几个工人 还让他们去干吧 不然你这个 你也可以干一干 对吧 你拿龙活 多少 咱们可以 也可以做一做 我可以 我再看 我叫几个人帮帮忙 帮你家把龙活都做了 没事的 对 因为他不干 几年他不搬 就可能 就是他的家里人去做 他的爷爷来着 他们去搬 他肯定会心疼的 哎呀我想了一下 还是可能咱们就大不了 我多多叫两个人 对不对 咱们请两个工人 咱们帮他搬 他们家一批山都是玉米 然后他们玉米好像要掰来干嘛呢 就必须要在这个季节给他掰下来 对不对 不然他就坏在那个树上了 塞死了 就塞死了 给猪吃的 啊 给猪吃的 我们那玉米总的全是给猪吃的 不是人吃的 然后玉米擀就可以拿来烧火 对啊 然后就把玉米蜜全部给他弄下来 弄下来之后全部放在一个大口袋里面 然后每次都给猪吃的 你们那玉米不好吃吗 为什么得给猪吃呢 太老了都是老玉米了 人不能吃 上个月如果早一点栽的那种 7月玉米那种就可以 人能吃啊 就现在的话太老了 可以吃烤来吃 就可能说可以 也可以拿来大层玉米粉吃吧 可以啊 太粗了当时 行嘛 没关系 那无论人吃还是猪吃 咱们还是得去做 因为人家这个龙活嘛 一年四季都有 对不起 那就出钱起电工人嘛 现在5万多个人 你们去 你们去那得帮人家加玉米 那你们要去的话 我会觉得很内疚的 那一人搬一车嘛 那条件又不怎么好 质外性可强了 一般搬了玉米的话 大家一人请你们吃一包泡面 对呀 结束了 第二天继续弄完了 大家就一起杀一个猪吃 你们去人家小姑娘 不知道拿啥来招待你们的 你们要去5万多个人 5万多人 起码要烧好多猪 要烧多少头猪 哇塞 起码50头猪 咱们主人家 开具玩笑话说 你们要争取了 今年人家家都得吃穷 当然要烧多少头猪 50头 50头猪呀 那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 这次活泡节回不去了 因为刚刚来叔叔的 公司上班 所以的话就是 我刚刚入职要学习 对不对 在学习的时候又回去过火把节 那就太耽误时间了 火把节每年都有的 今年我就不回去了 那咱们待会儿爷的给你买一件呀 不用的没事的 我下一次发工资的时候 我自己买 你发工资自己买 下个月发工资 下个月这个时候就可以买了 我先给你买吧 我买了过后 你发了工资再还我就好了 没事的 下个月 不行 那你这一个月怎么办 那你这个一个月穿上 这个你还低呀 那穿高你吗 那个热热了 对不对 我最近的话 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去过北京吗 我听他们讲 今天好像都还有人 他们热来 就是 又上病吗 对 中暑了 热色病好像叫做 热的来 直接人都没人 对 人都没人都有 真的 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 这么我们前段时间去40多度 我的天 简直没办法活呀 我前段时间给他买的裙子 而且小姑娘他送了他两件给他妹妹好像 对不对 他送给他的妹妹穿 他们送了两件过去 个子长得好好看 吉林穿什么都好看 对 我也这样觉得 待会我给你发工作服 你待会自己去选 这是工作服 在公司里面 咱们公司这个待遇比较好 就是说 一般来上班的话 都得发工作服 然后待会我陪你去选 陪你去选工作服 好吗 这个眉毛师叔叔的公司里面有个小姐姐帮我画的 他们公司里面什么人才都有 全是还是挺多高材生的 然后有一个他就是专门很会护肤的 他还教我怎么护肤 然后还教我帮我画帮我修 他们都对我很好的 对 上次我给大家送了 真的纯粹的给大家 就是希望你们开开心心 我背母都花了不少钱 送给大家吃的 真的 还有这个腊肉 腊肉上是上了一百多头吧 一百多头出给大家分享 哎呀 这个东西来日方长嘛 对不对 只要你们想要我觉得你们开心 大家能够玩开心 能够因为认识小姑娘认识几年过后 我相信很多人都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对不对 只要大家开心 以后叔叔我隶属人机范围之类也能够给大家分享 几年的东西好 除了几年的其他我都不敢买 怎么说呢 我的话确实就是单纯分享 就不是说 卖啊那些 就是现在很多 分享卖那种商货的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东西好不好 所以很多阿姨喜欢 问我这个是因为 可能我给你们讲的比较详细吧 对对 上次杀了一百多头猪 给大家做了腊肉 全都送完了 已经送光了 现在的话他们家乡都没有租了 我可能 我看吧 今天你们那边还找得出来不 如果去找 有可能有 有可能吧 这样想想办法 如果你们想吃腊肉 我可能我接下来想想办法吧 咱们竹文家人们 以后但这个东西不敢答应你们 因为不一定有 如果以后我看合适的话 可以给请大家吃 所以就请咱们竹文家人们请你们吃 谢谢叶总上次送的腊肉和贝母 哎呀没关系 不用客气啊 不用客气 跟着我 咱们客气啥呢 对不对 你们都是说白了 咱们竹文家们 咱们能够小姑娘 在这个互联网上能够有这么多人气 这么多粉丝 也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大家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所以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努力得出来的成果 咱们共同的努力得到的结果 对吧 所以说咱们就不用客气哈 我给大家随时请大家吃肉呀 送大家贝母这东西 我觉得也是我得回馈大家 真的 因为你们那么多人支持 咱们也是相互的 人与人相处都是相互的 一来无往的 对吧